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哈喽各位哈帕的精英们 今天过得好吗 我是代班主持人 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行销总监Event 从问候语当中 有没有感受到Event已经开始进行 昨天目标设定 我要进行团队氛围的影响吗 还没有进行yes表的哈帕听众 欢迎回到昨天的节目 与我们一同设定 那本周的主题是 除旧不新告别坏习惯 昨天有说到 我们花了半周的时间 从挖出恶习 找到阻碍 设定习惯计划完毕 万事俱备 这个除旧不新告别坏习惯 还欠一个东风 东风是什么呢 那就是如何激励自己行动起来 我们什么都分析规划好了 只欠那一推 踏出开始的步伐 听到这边 有的哈帕精英们就会想说 我早就开始动了 踏出很多步了 太好了 难怪哈帕的精英 都是成功道路上的通行者 如果您是这样的话 您可以换个角度想想 今天这一集 可以让你分析团队伙伴 如何激励他们开始跨步哦 新的一年到来 正是定下成长目标的最好时机 送自己一份知识礼物 开启2024年的管理知识之行 2024哈佛商业评论线上书展开跑 现在订阅一年 立即加赠两期 再送热门商馆新书六选一 阅读HBR世界一流管理大师精华观点 以及成功学大师柯维的慷慨智慧 行销学大师柯特勒全新行销思维 将成为你职场上的指南针 管理不在迷航 现在就点击下方说明栏连结 用阅读力启动你的管理知识之行 让2024年成为你职业发展的新高峰 我们先介绍本文的作者 是著名的幸福专家 葛伟情鲁冰 幸福专家这个头衔怎么来的呢 其实鲁冰呢 原先是法律界起步 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的期间 他开始写作 那一写就成为了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祝有让我快乐的五件事 跟在家更快乐 那今天分享的文本是 要养成成功习惯 先要知道激励自己的要素 而在挖掘激励要素之前 你要先了解自己 跟了解他人 那作者就有提到说 每个人对待生活习惯的态度 以及每个人养成习惯的能力 都有显著的不同 这些不同 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类型 维护者 提问者 服从者 跟反叛者 我们现在先来试想几个情境 你是不是有那种 不断被同事追问着 我们团队或者是公司 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更有效率 这种类似的问题 快被他们逼疯了 或者是你被某一位 拒绝思考刚刚所说 那些关键问题的同事的弄疯 就是你可不可以想一想 或者是 你是否曾经跟一种人共识 他总是在期限内 把事情完成 完成 然后就开始追踪团队当中 其他的人的事情的发展 可是他没有办法达到 自己设定的目标 就是他只有做完 或者 你就是这样的人吗 作者在研究跟撰写 比以前更好 掌握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这本书的时候 把所有的人 分成刚刚我说的 维护者 提问者 服从者 和反叛者 四个种类 那四个种类的关键差异 在于哪里呢 在于他们对于 期望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所有的人 都面临两种期望 外在期望 跟内在期望 所谓的外在期望 就是把工作的 最后期限完成 遵守交通法规 这种比较外在形式的 那所谓的内在期望 就是专注在自身 比如说我要开始健身 我要开始跑步 我要停止吃零食 我要开始减肥等等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 四个类型 分别是哪四种咯 类型一提问者 这个提问者啊 质疑所有的期望 包含外部跟内部 所以只有他们认为 某个期望是有道理的时候 他们才会去达成 趋势他们达成 期望最好的方式 或者是理由 就是这个期望是逻辑 而且是有公平性的 他们自己会判定 某个行动方针 是不是好主意 而且他们拒绝 做任何武断 缺乏正当目的的事情 从本质上来讲 他们把所有的期望 包含外在期望 都变成内在期望 所以提问者呢 会深思熟虑的 去做每一个决策 并且得到自己的结论 他们会运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思考 而且往往愿意 做详尽的研究 如果他们认为 某个期望 有充分的依据 他们会去做 如果没有 他们就不做 然而提问者 对于资讯和事情的 公正性要求极高 所以容易让人厌烦 提问者有的时候 其实他也希望 自己不要这么追根就底 可以接受一个期望就好 因为甚至有提问者 沮丧地告诉作者说 我深深为自己 过度分析所苦 我总是多想要 那么多一点资讯 这种就是提问者 你是提问者吗 你有认识提问者吗 接下来第二种类型是 服从者 服从者啊 就是随时可以应付 外在的期望 可是他很难满足 内在的期望 服从者 他善于满足 外部的要求跟期限 所以他们可以成为 最好的同事 家人 朋友 因为他们不会让人失望 可是他们会让自己失望 因为服从者 抵制内在的期望 他们很难自动自发 譬如是写博士论文啊 参加社交活动啊 曾经有一位 每周毫无问题 可以如其交稿 可是却永远找不出时间 来写他自己书的记者 就是典型的服从者 服从者 依赖外来的责任 期限 至那经 怕令人失望的恐惧 来达到期望 所以这一点值得再次强调 如果服从者 没有办法达到 你驱动他的办法 就是利用外在责任 不过外在期望的压力 有时候会让服从者 疲于奔命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跟其他人轻易的说不 一位服从者解释到说啊 我会放下一切 去教对我同事们的报告 但是我不会找时间 做我自己重要的事情 而且事实上 服从者呢 根据作者的观察 会达到一种状况 叫做服从者叛乱 它发生在 可能是很突兀的模式上面 他们会突然拒绝达到期望 或者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压力过大 他们就会突然崩溃 所以要小心 珍惜我们的服从者哦 那您是吗 您的团队里面有吗 那第三种类型 是维护者 维护者啊 是很愿意回应外在 以及内心的期望 他们自我管理 对于完成任务 保持决心 而且会在期限内完成工作 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事实上 他们往往提前完成 也因为他们真正的了解 并且满足各种期望 包含他们对于自己的 外在内在都是 这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本能 几乎平衡了内外在的期望 让他是都没有问题的 可是维护者会在期望不明确的时候 遇到困难 例如说 他可能会觉得 他不得不达到某个期望 可是那个期望看起来毫无意义 或者是啊 当他们知道 他们要完成这个期望 会违反某些规则 就会感到不安 就算那些规则 可能是不必要的规则 所以这个时候 除非他们想出一个 强而有力的理由 去这样子做 跟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提问者是不是有点像 可是维护者不一样的是 他只要找到目的性 他要的是目的性 自己认同的目的性 无论是内在外在 他都可以去做到 这个就是维护者 那接着第四个类型是 反叛者 反叛者啊 抗拒所有人的预期 不管是内在和万在 外来的还是自己的 所以他们的行动来自于 自己做的选择和自由 他们抗拒控制 甚至是自我控制 他们享受 藐视规则和藐视 期望的感觉 所有的反叛者 都朝自己的目标 努力 而且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虽然他们拒绝做 他们应该做的事 但是他们可以完成 自己的目标 反叛者很重视的是 真实性和自觉性 并且又一种 不受束缚的精神做事 有的时候啊 反叛者因为对于 权威的反叛性 对于社会啊 是极有价值的哦 可是反叛者经常 使他人困扰 因为别人不能告诉 或要求他 去做任何事情 他们不会在意 大家都指望着你 你答应要做的 这是违反规则的 这是最后期限 这样是不礼貌 等等的说法 事实上 要求或请求 或拜托 反叛者去做某一件事情 往往就会 适得其反 在反叛者身边的人 必须要警惕 要不然你会点燃 他们对于反对的精神哦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要驱动反叛者 你必须怎么做 就是你可能要跟他说 我不认为你可以 在周五之前 你订好这份文件 他就可能周四就矫健了 只是为了证明你错了 所以反叛者有的时候 甚至会觉得沮丧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告诉自己 应该怎么做 应该做什么 那听完这四种类型 您自己倾向哪一种呢 您的团队成员组成 家庭成员组成 是什么样的样貌呢 赶快拿出手机 或纸笔来做记录吧 因为虽然啊 四个类型 都是比较倾向 根深蒂固的嘛 可是用经验跟智慧 我们可以学习 制衡这些倾向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啊 作者本身 就是身为一个维护者 他学会了抗拒满足期望的倾向 并且会问说 我们到底为什么同意这么做啊 而且事实上 试图说服其他人采取行动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考虑到每个人的倾向 你会更容易成功 无论你是一个试图帮员工在预定的期限内完成工作的上司 或者是你是试图督促病人服药的医护人员 更可能你是一个试图帮客户实现他们目标的顾问 教练训练者或者是物理治疗师 例如说啊 一个提问者可能提供服从者很好的理由去采取某一项行动 但是啊 刚刚上述的这个状况所用的逻辑论调 对于一个服从者来说 都不如外在的责任来的重要 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啦 这四个类型的人怎么样子去让他们协作 怎么样子去让他们安排配比 甚至是你要怎么去驱动这四个类型的人 还有例如说 如果一个反叛者你告诉他 必须做这是规定 那实际上可能是反叛者更不会去做嘛 所以在作者的观察中 绝大多数的人其实是提问跟服从者 而维护者跟反叛者的人数其实都是非常少的 因此你试图大规模的塑造他人的行为行动的这个人 包含雇主啊 设备制造商 保险公司 指导人员等等 如果着重给予完善的理由 帮助提问者解决方案 并且赋予责任给服从者 他们就能做得更好哦 最后也提醒大家 最幸福 最成功的人 是那些已经找到方法 可以利用自己的倾向来获益的人 同样重要的是 知道如何克服自己倾向的局限性 经由更加的了解自己和他人 我们一样可以帮助自己帮助他人打造更快乐 更健康还更有效的生活哦 本周的除旧不新告别坏习惯的知识就分享到这边了 明天的人物面对面告别坏习惯的实战者 我们邀请到智力把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各种的人际情境 进行高压高难度的沟通 与内在察觉的起点文化 秋凯与执行长 敬请期待哦 最后感谢你的聆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现在就订阅这个podcast 到说明栏去做点击 我要加入的这个连结 加入成为我们 请听哈佛管理学哈帕的议员 接收第一首消息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嘿 就过来就过来 你是否有这些烦恼呢 教育训练总是成效不张 线上学习平台使用率开高走低 落播课程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现在这些问题HBR帮你通通解决 哈佛商业评论企业学习方案 我们采用数位与实体的混乘式训练 集结百年来全球千位大师的知识精华 打造每天10到15分钟的零碎式学习 以工作者为中心的企业读书会 大大提升同人们的学习效率 赶快点击说明栏连结 交给我们 一起让知识落地 成为企业人才的能力与集站力